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记得我吗 我是彰化的刘怡玲老师 几年前我们曾经碰过面 那今天呢 很荣幸的 我们请到萧盈盈老师 这个大美女 从镜头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她身材这么好 那尤其呢 现在冬天嘛 那冬天呢 天气冷 我们都会怎样想吃好吃的东西 然后呢 吃那些什么补汤啦 那些热补啊 那吃了以后会有什么作用 会增胖对不对 然后心宽体胖的时候 我们希望怎么样 能够找到一位 帮我们瘦身的这个美容专家 来帮我们做这个瘦身减肥的这个 我们这个课程 那今天呢 我们希望那个 这身材这么好的萧老师 来跟我们讲一下 你怎么保持你的身材 然后顺便教我们的观众朋友 来如何在这个冬天这个季节 可以保持很好很完美的身材 好 那那个请萧老师告诉我们一下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 很荣幸 能够受那个刘依林老师的邀请来讲解这 这个窈窕美丽的课程 其实每个女性 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点包含我自己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 最想吃什么 锅类 锅类最高的是什么 热量 然后呢 得到的是什么 脂肪 然后呢 又变了什么 小猪啦 然后要怎么去吃 越是冬天 越是冷 越是不想动 当不想动的时候 你又更想吃了 当紧张来的时候 压力来的时候 咸语的时候 不管你在做什么 你只要是冬天 就是想吃 包括我自己 那重点我们要怎么吃 怎么吃的好 怎么吃的漂亮 那先生老师请问 你冬天吃那么多 为什么你都不会胖啊 是怎么 有什么秘诀 告诉我们观众一下 好不好 其实这方面 其实大家 各位观众朋友 给你们一点点 小小的秘诀就好 其实不会那么的难 其实很容易 当我们在摄取 任何食物的时候 只要是 酱油类的 酱类的 酱汁的 假设说 酱油 甜辣酱 番茄酱 醋 反正只要是酱类的 我们就尽量不吃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 通常都是于化学 制作的酱汁 它很容易 让我们身体囤积 因为化学 在我们肝脏里面 它需要去解毒 然后到我们肾脏 又要去排毒 但是 这化学方面的话 在我不在我 它没有办法跟我们身体成为共同体 所以它要解的时候也很辛苦 要排的时候更辛苦 你每天给它的 它来不及排 就持续累积 累积之后 就会造成 它的肝脏与肾脏负担 一天一天一天的累积 就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相对的 你肝脏排毒不加了 气色就变差了 冬了败 你边就不会猜血 如果肾脏不好 你边就会晒 就会水肿 体态就会变形 这是一定很相对的事情 所以呢 就很简单 爱吃锅的人 通常都喜欢去 酌料去 去酌 酌一小盘的酱汁 一小盘不够 我们就持续成续盘 二三四 你一整锅的锅吃下来 你回想看看 你吃进了多少的调味酱 这些都是相对的 对我们的人体 是非常非常的损坏 你代谢不好了 因为肝脏与肾脏 对我们人体的代谢 是非常重要的 你代谢不好了 你要变的 就是你的体态 以及你走 你遗失的 就是你的健康 这是一个很小 小小的技巧 其实很简单 大家都做得到 那也就是说 我们观众朋友 如果冬天去吃一些锅类 就是吃尽量清淡一点 不要沾那些 重口味的调味料 是这样子吗 对 所以那个 肖老师 你是不是也都这么吃 所以才会 身材保持这么好 都没有坠肉的感觉 其实冬天也不在于说 只有晚上冬天 因为晚上吃的话 确实在很容易囤积 我们尽可能 如果晚餐很喜欢吃锅类 很喜欢吃 尽量是在 六点半之前 把它完成 因为呢 我们七点的时候 我们正可以排毒的时间 如果你太过晚吃 譬如说现在很多人 喜欢吃宵夜 越夜越美丽嘛 尤其观光市场 又这么多 我也很喜欢去 但是假设你这样子 偶尔去 OK 我们隔天的早餐跟中餐 要请斟酌一下 让他有时间去代谢 你不要让他层层叠叠 一直重复着 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建议方式 那除了吃以外呢 还有没有什么 可以抹什么东西啊 可以 就是做什么运动啊 也可以达到 瘦身的这个效果 其实我很喜欢 用天然方式 用自然方式 假设说 我们 水 我们的水 尽量 饮料也是水 尽量说 我们水分尽量采取 去喝碱性方面的 或者中性方面的 尽量不要让味蕾 来去 迷失了我们 所喝的原本水的感觉 譬如说 每一天 很多我看年轻人 每一天一杯饮料是客气 两杯是刚刚好 三杯 三杯 说实在 三杯真的变紧 对我觉得真的是 看了会心疼 就觉得说 其实水 因为水让 我们吃的食物 大多都属于 酸性食物了 你尽量说 能够喝开水的话 让它 让我们人体的 强解 强酸之类 我们可以去总和 总和之后再代谢也会比较快 如果你在喝饮料 饮料它是糖 但是 纯糖又还好 如果是那种 现在都很多都是 人家说的 糖尖啊 那些都也是化学下去了 那个代谢又更辛苦了 喝的爽快 你之后就知道 胖的越快 对 那土机会更快 也只是说 我们做个 在我们家里 做个柔软操 如果做 就双手向上 比如说 找个 你们家总会有那个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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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上方 应该都可以有抓的地方 你抓着 然后你稍微 半蹲 我应该找个地方 示范给你们看 没关系 那个我们请小老师 这样子做个动作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就这样子 比如说 这里我一个 有一个柵欄 或者是 一个栏杆都好 就这样抓着 假设说你不够高 不对 假设说 这一个柵欄不够高 你就 你可以 你两个膝盖可以围弯 就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这整个脊椎 就这样把它撑开 撑开 对 然后拉的时候 你大概30秒 再回来 当你重复做个三四次 你就会发现 你上身是热的 你热的时候 你相对的 你一拉 你的脊椎也开了 你的肠胃也蠕动了 当然 就会顺畅的排泄 你就不会造成 我说 那个 对呀 宿便囤积啊 或者是说 体态怎么会怎么 奇怪 我就不吃三 怎么一直胖 排泄不出去 这其实都可以 在家里小小小小的 动作与技巧 都可以达到 很不错的受胜方式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夏宇颖老师 她本身也是美容媒体的老师 那也是希望呢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呢 可以这个来店 来询问 或者是说 你的这个地点 譬如说你的服务点在哪里呢 也可以请我们的观众朋友 到店里面来 来做一个咨询 是不是 非常欢迎 非常欢迎 然后 希望 每一个观众朋友 尤其是爱美的女性们 在领部保养方面呢 会跟大家提醒一下 这是我个人的 个人的小小秘方 提供给各位爱美的女性 做参考 像我们 冬天的时候 冷到有时候晚上 跟我们的身体就没想要洗的那样的冷 你会不会 我会 然后呢 晚上洗的 洗个热水澡 很好睡 但是隔天早上 要出门之前 都冷的又要洗把脸 其实不用这么困难 为什么呢 对 因为这样子 其实我们冬天就本来就比较干 那干的时候 我们睡觉的时候 也没有足够的水分 去保湿我们 我们表层的水分 你在怎么有 勤劳的敷面膜 其实还是一样 你脸还是容易干燥 尤其在我们脸颊区域 所以会很容易有看到 那个肌肉的纹路 那看起来 为什么冬天都老得快 那是就因为表层很容易干 就会建一个小小小小的偷懒方式 就早上呢 不用这么久了 我们最近去床牌 我们不用急着洗脸 我们不用洗 你刷牙就好了 再来呢 整个脸怎么办 很简单 拿个化妆棉 然后呢 你沾个化妆棉 就这样擦 没有 就要擦 就是把你前一晚上 所代谢出来的 那一些皮脂 油脂 以及没被吸收的保养品 把它擦掉 擦两次 然后再重复的 你的保养程序 这样完成的 根本不需要洗脸 因为这样子 你又可以提升你的保湿 又可以提升你的锁水 这是一个很难很难 而且又非常有效果的 偷懒方式保养 保养的方式 提供给各位爱美的观众朋友 以及有惰性的女性们 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如果男生怎么办 也要拍化妆水吗 男生我是建议是要是要的 因为男性他的皮脂本来就容易说 大部分啦 但八成的男性的话 皮脂是比我们女性还要旺盛 这是不变的 所以呢会建议说 水分 水分是很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油水要平衡嘛 他越油的肌肤 我们更需要用水去 来平衡他的 PH酸减值 但是 霜也是需要啊 因为你一直给水 你锁不住水 它还是容易蒸发 皮肤还是干 所以会建议说 选择清爽一点的水 然后也清爽一点的面霜 假设说 一直买不到那种清爽面霜的时候 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稀释 稀释精华液 或者稀释化妆水 稀释到合你的那种感觉 就上去 抹到你的脸上 不会觉得我黏答答的 好不舒服 这样你水分一样的锁住 提供给各位生师们 可以做参考 保养还是要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很高兴 就是来访问到 我们的小盈盈老师 也希望呢 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 都很清楚了 而且也吸收到很多专业的知识 那今天呢 我们的访问就到这里了 那小老师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说哈喽一下 说再见了 谢谢各位哦 拜拜 提供你们懒人美容法 好拜拜 各位朋友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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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